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桃花寻剑客,不语笑春风 总觉得是不是因为心里住了一个满分的人 所以才会看别人都感觉差点意思呢 看了诚意无伞以后,总觉得他是有武功在身的 能把剑舞得那么好看我已经很佩服了 结果竟然连一把伞都舞得如梦似幻 他赚的根本不是伞,是我的爱儿 直接被迷晕了 散,乙族,勿扰,他帅不帅的我不知道 但是你们,就没人为我发声吗 这还是那个跳空卡扭到脖子的傅师奇马突然就想到很久以前的一句话 你让他演一个武功盖世,不染凡尘的侠客 他能给你超额完成,保证能非能打,还能保证仙气飘飘 可你要是让他自己跳舞,他能给你跳得手忙脚乱 还把自己给伤到了 你要是让他演一个聪明腹黑的大侠 他也能给你超额完成 但是你要是让他自己出来 他能分分钟害羞包摆回 诚意,小果子 你礼貌嘛,小心被哥哥逮到揍你哦 果然,片场的诚意永远都是最开心的 这么好看的片场日常 没等看两遍呢 我就被旁边躺住的群烟小姐姐笑疯了他躺地上悠哉的观看姿势莫名就想笑 果子,小姐姐呀 你演的是戏吗,你分明演的就是我呀 是千千万万个果子,群烟小姐姐 没看我已经笑到模糊了吗 果子,你躺得累不累,就不能换我去那躺躺吗 再不行,换我当他手里那把伞也不是不行 诚意,冒昧地插一句,那把伞已足 诚意的伞,家人们,谁懂啊 扛过了八级台风 结果竟不起富贵儿这么帅 就没人为我发声吗 果子,哈哈哈哈 能把一把伞都捂得这么好看的 估计也就只有诚意了吧 再描一眼他吊威亚 咱就是说,这威亚真的不是为了防止他飞走才掉的吗 白去自如 给人的感觉完全不是吊威亚而是他本来就会飞 我甚至都已经感觉 要是没有绳子他真的会飞走了 原本就已经很期待狐妖小红娘王全篇了 结果看了这个后,心都跟住那把伞跑了 咱就是说,真的不能边拍边播骂每天这么苦苦等的心情 到底谁能懂啊 剑斩春风酒入喉 桃蕊出展落满头 期待那个最强冰人王全富贵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故事 羡慕的话已经说烂了 那么多和他一起上班的小姐姐 就不能多我一个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